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王清伟 首先来看头条新闻 解放军遭起处 中国向美国抗议 中国20号强烈反击美国对解放军 涉嫌利用网络窃取机密的指控 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 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伯卡斯 宣布停止两国网络小组的运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对此表示遗憾 但也期望原定于7月份在北京举行的 美中战略及经济对话如期举行 11岁华裔女童李露希 创下美国高尔夫球赛新纪录 2014年美国高球女子公开赛 19号出现一名年纪最轻的选手 来自金山湾区红木城红木海岸 年仅11岁的华裔女童李露希创下记录 成为美国高球女子公开赛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赛者 不过李露希的母亲希望女儿代表香港队出赛 美国20州联名推翻欧际健保 全美国20个州联名签署控告欧际健保法 指控健保法从国会参议院开始提案 而不是先从众议院提案 违反了宪法法案动议条款的规定 旧金山推动公投 强制危险精神病患就医 旧金山市议员麦匪20号主导提出 罗拉法获得市议员汤凯蒂 威善高布里德等人共同署名 要将法案列入今年11月份的选举 由选民公投 麦匪并且在市议会另外提出相同法案 如果在8月前通过将撤回公投案 罗拉法是加州2002年通过的州法 针对曾经入院住院 以及对他人有暴力威胁的精神病患 由法院强制治疗 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 谢谢您的收看